大家好,我們是Angel和Andy 今天我們說什麼? 今天我們這個主題是有些娛樂性的 娛樂性,沒錯 最近有一套日劇很興奮的 因為我有加入Facebook群組 都說這套日劇 這套日劇其實叫什麼名字呢? 什麼叫初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因為這套劇很厲害 新聞賣說這套劇上了假之後三天 好像有七百多萬 即已經超過七百多萬的觀看次數 所以近來這套日劇是非常紅的 為什麼我們今天想分享這套日劇呢? 其實不是介紹這套劇 只要想說為什麼我們會喜歡看這套劇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看過日劇了 應該說很長時間沒有看 是啊,我們近這這麼多年大概都是看韓劇多 韓劇多,愛情劇嘛 又穿越又成,它加了很多元素下去 所以日劇方面我們有看過哪幾套呢? 嘩,你叫我想啊? 因為都很久 最遠古第一套應該是《東京愛的故事》 就是我們讀書的事情看 這套又看得很人氣 之後有看的是《巨星夫勢》 是的 接著就是《白影》 因為我記得這兩套都有竹來傑子做的 是的 那一期我很喜歡看它的 我很喜歡看它的 是的 之後 如果真的都是講愛情,真的沒有 真的 外到我都不太想得起這些日劇名 都是你所說的 是啊 所以最近這套《初戀》呢 其實本身我都沒有想著看的 因為它上的時候呢 剛巧我們那時候在看另外一套《1899》 講船那一套 是的 但是看見那些群組呢 就 嘩,不停講這套 又說講得很好看啊 那樣 那還有個笑話的 那個笑話一會講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就姑且看一下 是的 所以Andy他說看的時候 我的心都是 又看一下 又看一下手機那樣來看 是啊,其實初初那集幾兩集 是啊 我自己都沒有這麼合入 是啊 他是做其他 都不是專心地看的 就是氣體的 是啊,我就很快就專心到的 這套 不知道為什麼 一看就已經知道 啊,可以追到尾 是的 以下我們下來的內容呢 就有少少劇透的 是的,始終都會有少少 那想保持神秘感的觀眾呢 就記得小心點 是的,自己想想 不過我們都不會很誇張的 是的 其實這套《初戀》的故事呢 又不是說什麼好生榮的 嗯 都是說男女主角 怎樣由讀書 嗯 相識 跟著就因為某些事分開了 跟著去到大過了 即是大過了的時候呢 就又重聚回來 可不可以叫重聚 一個很機緣的巧合之後 是的 又見回了 那之後 整個故事其實就是為曉著這件事的 所以呢,因為她的年代是橫跨故事中 男女主角的讀書時期 和出來工作 即是成年人的時期 那所以其實是 你可以說是有四個主角的 是的 那其實我喜歡看這套東西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我不知為何很喜歡看那個滿寶崗 即是那個女主角 成人那個女主角 是的,我不知為何很喜歡她那個表情呢 是很…很日式那種這樣的表情 我第一眼看她 表情呢 我覺得也OK 不知我為何覺得 我跟indy講 咦,那樣像梁詠琦 現在好像梁詠琦 那樣是吧 飾演劇中女主角讀書時期的那個明星呢 叫做白目利何子 是不是叫 是不是 我是看治療室 白目利…利何子 因為她的名字比較矯口 所以真的要看貓子 不好意思 其實他身形也很漂亮 高高大大,又長頭髮 但是我加入的群組是香港群組 最初我也沒有留意 有些群組開始有人說 這個人笑的時候很像香港的一個男明星叫余文樂 他一笑起來就很像 最初我也說不是很像 我告訴我老婆有這個笑話 然後我老婆說不是,真的像 然後我不知是否被這麼多東西影響了 然後看客人,我也覺得真的很像 他不笑也沒有,一笑起來就很像 他一笑起來我也覺得像 看後之後逢她的片段一笑 我就覺得像在看余文樂演戲 余文樂扮女仔 余文樂扮女仔演戲 所以那個女主角就 我覺得她也OK的 OK的 你當然是看男主角 對啊,是左藤健嘛 左藤健就是飾演男主角 成人那個 是啊 我也認得她 因為我之前也看過她一些劇 她現在成熟了很多 所以就覺得以前她很年輕 近來有些人說她像王中閘 想想想想 哦,小小小 小小小 但我覺得沒有袁文樂那麼厲害 袁文樂真的像得很厲害 是啊 哈哈 那介紹完男女主角 那為什麼這部電影會令我們 這麼有興趣呢 特別是Andy 特別是我 我之後也看了很多次 我較後期才是 是的 原因就是因為 為什麼我們看這麼少日系的愛情劇呢 就是因為我常常覺得日劇 無論電影也好 電視劇也好 嗯 都是很辱麻 有些對白會很辱麻 嗯 講太多一些大條道理啊 善情啊 很婆媽那些說話 我自己覺得 是啊,講很長的 她那些感情的對白 是啊,沒錯 但是這套初戀呢 我初一看的時候 我都擔心 都是這樣 擔心是這樣 但是發覺到看了半集 就覺得 咦,不是啊 都很爽快啊 就是 沒有了那種婆媽的感覺啊 就是 每樣東西都很到位的 我覺得 就是不會說拖很長 才講兩樣東西見到 或者什麼 好像第一二集 就已經講男女主角 出事之後 看成人怎樣對回 嗯 所以整套戲我覺得就是很 爽快、乾淨、理落 嗯 是不是這樣形容呢 是啊,沒錯 爽快、乾淨、理落 嗯 第二個吸引我們看的地方 就是因為其實這套劇呢 嗯 主要都是北海道的 是啊,很大部分 很大部分都是講北海道的那些景 你不要說那些是大廈景 或者是一些相距比較郊區的景 那變了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沒有去過 即太久沒有去旅行了 也都更加很久沒有去過日本 那所以呢 一直看的時候 就哇,很棒啊 北海道啊 是啊 看得很開心 看得很開心 那其實這套劇呢 有哪幾個位是感動到你 我看你看得很投入的 有啊,講兩個啦 好 你一隻就講兩個啦 好啊 第一個位呢 其實就是 其實應該說我喜歡那兩個位呢 全部都是講男女主角出來做事之後的 嗯 第一個呢就是講 劇中有一幕呢就是講那個男主角 那時候呢,很自然就也都會用手語來跟女主角溝通 那而在那一段的時候呢,其實女主角呢 是因為她童年時候的意外而失憶的嘛 嗯 那她就很自然地做回手語去跟男主角的妹妹去對話 嗯 那在場的人呢都很惡然 就是說為什麼女主角失憶 但是又會懂得做手語 而劇中最好 就是我覺得這段好看的位置就是 連女主角自己都很好奇 為什麼自己會懂得手語的呢 嗯 就是她都很惡然 是啦 其實有點像那套什麼 Jason Bond 第一集 我不記得 麥定文也是第一集講的新憶的嘛 又是講她 哇,原來她很功夫的 我想這些都是屬於那些叫做那些 身體記憶 身體記憶 是啊 那第二段我喜歡看的位置呢 就是講 差不多去到劇的尾聲的時候呢 就是講女主角的兒子 就在男主角的家裡 拿了佛迪斯文回家 那 那 拿到回家就聽咯 那就聽的時候 那因為 女主角見到 咦有佛迪斯文 那不如我又聽吧 那正正就是因為她們聽的那首歌呢 就是 也都是那套劇的主題曲 就是《雨多田剛》那首歌 那一聽之下呢 女主角 她失憶嘛 那她那首歌呢 就令到她記得回 因為失憶而忘記了 那段 時期的故事 也就是跟男主角拍拖 在讀書的時候拍拖 那段 那段 那些回憶回來了 也都記起 原來現在這個成人的男主角 原來她一直都是喜歡的 就是她初戀那個 就是她初戀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也是很好看的 那你呢 我講完了 我自己其實是由中段開始投入 那 感動到我的位置都有 那其中一個就是 剛才你剛剛說的那個 就是她聽迪斯文 那首歌 就勾起她 她和男主角的初戀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我自己都覺得很感動 另一段感動的位置 就是都很後的了 就是說女主角呢 她就 乘飛機去冰島 找男朋友那裡 就是找男主角 那之後抱著她和她說了一句 我都覺得很感動 就是說 我終於 記得你是我的初戀了 那 就是我覺得這個很感動 所以男主角也都因為她 記得她是誰 所以才接受她 是啊 是啊 因為其實套劇在中段 那個男主角 是拒絕過那個女主角的 是 因為那時候女主角 還沒有背過記憶的 是 那個感情是和以前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因為我看過網上有些留言 有些人都問 為什麼男主角要在那裡拒絕她 有些人回覆 就是說 她可能不想那個女主角 覺得自己做第三者 在那個階段是 對 對 其實女主角 聽Dismond 女主角 對 她一聽到這首歌 就 記起她之前初戀 是和男主角 我突然想到 如果有一天忘記了你 有什麼事會突然想起你呢 聽我唱粗口歌 也可能 我想是不是聽到你放屁 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 你做那件事的時候 我還在你身邊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的 這些就是 主角也是 怎麼會想到突然間會聽到首歌 就是 是啊 所以都是 不知道 突然間自己又想想 這些傻傻的 想想一些 這次我們說到這裡 好 分享一下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真的挺好看 好 今次這條片到這裏了 下次再和大家聊過 拜拜 拜拜 好